這個時候就很快高悔一下小弟心目中十大英超性價比轉會上最高的球員 第一位就有阿邵逸的轉會 車路士在馬體會借了這個32年來股市 借用費好像是5M左右 看回沙奧爾尼古斯那份CV就相當之醒神了 大家如果過去幾年有看馬體會或者歐聯 都知道沙奧爾尼古斯其實過去幾年都是在馬體會坐穩正船 所以也有意外為什麼馬體會這樣借走它呢 因為之前一直傳到歐洲的國資球會 可能用40M左右才能買到它 到最後一刻馬體會也看到 今年中場也補充了不少人腳 那麼沙奧爾尼古斯可能也在陣中陷入一個比較有樽頸的位置 所以就決定施蒙尼也可以借走他 看回沙奧爾尼古斯其實就是一個相當之全能的球員 即是如果你看他跟高華錫做比較 因為佐真奴和簡迪就是另外兩位現在車路士有的中場 他們的特性就很明顯 簡迪就是一個防衝 打不死 相當之冷前走動能力極強的防衝 以及防守意識相當之好 佐真奴就是一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個Deep Lying Playmaker 一個典型的 那麼高華錫相對上來說也是可能比較Mixure少少 但是我會覺得高華錫都是偏向技術型 那麼你會看到沙奧爾尼古斯 其實比起高華錫就更加全能的 你看他那條 即是那條 即是那條三角形 你看到 Heading Defending Physical 各樣東西都是很平均 不會說有一樣東西是特別強 但也不會有一樣東西是特別弱 那麼這個當然可以是好處 亦都可以是一個壞處 壞處就是周生都沒有把力 但好處就是他的versatility很高 那麼打中場又可以之外 那麼以往其實斯蒙尼 會試過擺他上一格打AMC 也試過 甚至必要時打邊路的位置 其實沙奧爾尼古斯都可以是勝任的 那麼你會看到他跟高華錫相比 那麼藍色的Pi Chart 就是屬於尼古斯 那麼綠色就是高華錫 那麼基本上全球成功率 當然高華錫很高 接近九成 那麼這邊尼古斯只有八成 但是你看看其他Tackle 另外Shorts 因為沙奧爾尼古斯都有一定的射門能力 那麼還有這個Aerial Deuce 其實這三方面 其實沙奧爾尼古斯都是過去這幾個數據 是比高華錫的好 那麼Dribbles 差不多大家都挺強的 那麼65%對83% 那麼全中大家都不是很善於 或是經常會傳中的球員 因為那個球場定位的問題 但是你問我沙奧爾尼古斯 絕對是一個相當出色的球員 不過就可能近兩三屆 就開始有點停滯不前的感覺 我畢竟當年都被寄譽為西巴牙或馬體會的新星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真的 整隊球不可或決的人物呢 又似乎還沒有去到 還有好像沒有當年 馬體會當時入到歐元決賽 剛剛站路頭角的時候那種光芒那麼厲害 那麼你看到上屆 打了33場球 我只不過創造了23次的機會 即是只有兩個入球一個助攻 那麼數據來說 比起再早幾季 好像是有些停滯不前甚至下滑的感覺 那麼在26歲這個年紀 轉一轉環境 試試打英超 即是以英超一些 比較體力化的踢法 其實我覺得都挺適合沙奧爾尼古斯 因為沙奧爾尼古斯 不是那些傳統西巴牙那些 好技術型 好大的施華型那種中場 他是有他的衝擊力在這裡 所以我對於他適應英超 就絕對不擔心 那麼還有車路士買了他 也是一個相當好的補充 現在基本上車路士中場 四個球員 沙奧爾尼古斯 高華石 佐真奴和簡迪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功能 那麼根據場上不同的形勢 就可以出不同的配置 那麼另外大家都要知道 就簡迪和佐真奴 嗯 還有高華石其實都會某程度上 都是異傷的 那麼沙奧爾尼古斯相對上來講 你看到過去這幾屆 都比較少受傷 那個出勤率也挺高的 所以我預計沙奧爾尼古斯 在杜曹的福稿裡面 都一定會有一定的位置 還有一定幾多的上陣機會 那麼這單交易 以他的經驗能力來講 車路士絕對是 用一個相當之底 就是一個租借的option 而找到一個 就算不是世界級 都是一個一級的球員 那麼有了這個中場 做這個rotation 再加上本身已經很厚的陣容 就是車路士在我心目中 絕對是今年充滿的大熱門 那麼至於第二位 都跟車路士有關的 不過有人來就有人走 但是這個是先走了 所以沙奧爾尼古斯斯 就是中場中 江羅加拉加 其實去年他借了西布朗 今年呢 他借了水晶宮 那麼 今年借了水晶宮 我覺得水晶宮就收到寶 似乎他的能力 比起上一屆 就是可能經過上一屆 在西布朗的浸淫之後 又更加上一層樓了 那麼今年好像更大膽 推波用波了 可能因為去年 尤其是下半季 在大聲的執教底下 大聲的風格 都未必是這麼 Rock and Roll 就是比較穩陣派行 但是在韋拉 的執教底下 韋拉也是一個 從上比較 Possession Base 或者進攻型的教練 所以你看到 還有一件事 第一題就是 會不會韋拉 身為當年頂尖的 Box to Box midfield 一個位置上 相對上跟韋拉加拉加 都有點相似的 球員 會不會可以 令他更加上一層樓呢 可以跟位 學一下位 可以過他兩招 所以我對於 這個交易覺得 絕對是 雙贏的 那麼你看到 水晶宮過去幾年中場 米利和耶域 雙麥 麥咖啡 麥阿瑟 即是 那個年紀都開始大 開始有些滑啞的情況出現 那個活力其實不是很足夠的 那麼今年加了 江若加拉加 在這裡呢 明顯就馬上不同了 那麼對韋斯咸這場 剛剛那場 入了兩球 那麼 令到韋斯咸主場 意外地 被水晶宮迫和呢 那麼 他簡直是 這個水晶宮 拿到一分的功臣 那麼 所以今年 除了要看他那個 中場的掃蕩難線能力之外 都不能夠忽視這位球員 後上的能力 我也都看好 他絕對是會一個 相當之成功 性價比相當之高的教育 那麼 至於第三位 亦都是另外一宗租借的交易 那麼 就是葡萄牙的封查卡奧 大家都知道 狼隊就是相當之 葡萄牙化 因為這個 文迪斯的緣故 那麼今年雖然走了紐爐 但是 走馬上任的 就是 潘勒拿基 其實他是一個葡萄牙籍的教練 之前都是帶過 賓菲加的 那麼 查卡奧去到 就絕對不需要擔心這個 適應的問題 同聲同氣 那麼 相對上呢 我覺得他一定會比起巴塞隆拿 就會更加開心 因為 上年 查卡奧 就在布拉加正式加盟了去巴塞隆拿 但是 你說 朗勞高雲 是不是很信任他呢 其實就不算的 那麼 你看到他 上屆雖然說上陣了28場比賽 但是只有3場是正選的 那麼 加起來都是只有683分鐘的上陣時間 就是你除了31 每一場球呢 其實都是只有20多分鐘的時間 給查卡奧 那麼對於一個 Rising Stars來說 這個上陣機會 其實就不算太夠了 但是你看到他的數據也不錯 在有限的上陣機會 都已經有3個入球 和2個助攻 當中下半季 都有一些 叫做高剛的時刻 包括射入電勝球 對這個貝迪斯的時候 所以 都下半季 有一兩場球 都叫做幫巴塞 拿到一些分數 他也是一個攻神 那麼 剛才說過 就是 狼隊依然都是相當葡萄牙化 那麼 另外值得一提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 他呢 跟另外一位 就是葡萄牙的球員 柏道尼圖 這位狼隊 就打左翼 柴卡奧就打右翼 大家遲些可以期待 當柏道尼圖 克服了這個失傷之後 有沒有這個葡萄牙的雙翼齊飛呢 因為他們兩個 原來以前 在布拉加的年代 在青年軍 一起做過隊友 有好幾年 有好幾年的時間 是一齊 一齊 一齊聯播 是朋友 那 相信呢 剛才也說過 在狼隊這個 這個 氛圍裡 過來大把時間 給他發揮 剛剛那場 我有份評述 跟Gary 一起評述 對曼聯的比賽 其實查卡奧和查奧爾 都是上半場 狼隊打得相當好的球員 很多反擊的全員 都是來自查卡奧 看到他 似乎在適應英超方面 不算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的盤扭能力 以及技術 來到英超 應該都是屬於高斑馬 好了 講完第三位 第四位 也是另一位易鋒的球員 他之前效力過李斯特城幾年 但是 這一屆 剛剛在利華古筍 以一個 白賽價 筍價 1.7M 今時今日買了一個 年輕球員 1.7M 就是迪米女格雷 這位球員 好像已經聽了很多年 其實他現在只不過是25歲 其實他也是曾經拿過英超冠軍 因為當年李成 和華式奪冠 那一屆 下半季 其實就是 當時 迪米女格雷 下半季 由英冠的球隊加盟 去到李斯特城 其實 頭兩三季 都算是有挺穩定的 上陣機會 還曾經在2018年的9月 曾經被修夫基 召入國家隊 友誼賽對瑞士的比賽 但可惜 沒有正式 上場的武樂場比賽 所以 這一刻 有傳亞馬加那邊國家隊 其實就說 很想迪米女格雷 加入亞馬加的國家隊 但近兩三年 迪米女格雷的發展 好像有點下滑 前屆開始 其實就開始不受領隊 羅渣士的重用 甚至上屆的頭半季 已經是最後半屆效力 李斯特城 整個上半季的賽事 只是可憐地 只有18分鐘的上陣時間 所以之後 他就偽然轉了過去 這個 利華古信 去德甲 德甲 上陣時間就多了一點 今屆就叫做 賓尼迪斯 愛華頓 今屆就叫做 愛華頓 在終於 不用太多錢買贏的情況下 便宜一點 竟然可以用低於2M的價錢 就簽回迪米女格雷 回流回來 似乎迪米女格雷 也不負愛華頓 以及令對賓尼迪斯 對他的信任 頭三場的比賽 英超比賽 已經入了兩個球 包括 對列斯聯 也有份入球 儘管看 迪米女格雷 新一屆 在壓力 因為轉會費很低 相對比較小的情況下 會不會可以成為 愛華頓的一路奇兵 愛華頓 近年 如果你越花錢 買的人 效果就可能 不太好 譬如堅恩 會不會 便宜一點 今年就不像過往兩三年 這麼大花童 因為大花童幾年都沒有勾賽 大哥 你當個班主 開的嗎 都要懂得開始 縮下水 那會不會迪米女格雷 反而會成為一個意外的驚喜 好 第五位 剛才也有說過 有份上榜 就是利華拉文道 這位 上屆車路士 Academy Player of the Year 清訓學院的最佳球員 他只不過是花了 收咸頓5M的價錢 相當之平靈 正 也已經坐穩了 收咸頓右閘的正選位置 在對萬聯的比賽都發揮出相當之不錯的表現 很有膽識 對著普巴等等萬聯球星的進閘都是毫無巨息 甚至有時候可以用他的速度推到上來 都被人看到他的助攻能力 或者盤戴的能力其實都不差 所以車路士的球迷 在知道利華拉文道要來隊 還要是永久那隻 其實都曾經有些不開心 有些出姿勢 覺得他可能是下一個林迪 林迪就是上屆 在白禮頓季初表現很神勇 但之後就受到傷患困擾 但相比起林迪 利華拉文道似乎身體質素 身體條件比林迪 至少比他高 而且似乎他的穩困擾 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這方面也是一個credit 或者是比林迪更好 儘管在黑身客圖的大領之下 修咸頓就一定不是打手勢球 也適合利華拉文道這位球員去踢 儘管他可以在修咸頓升散的情況下 也不能升散的 也能留得住一個鵝特鵝 看看可不可以擔到大騎 可以等修咸頓過多兩屆 又用回4-50M去賣走他 從而等球會賺益 很老實很現實地說 修咸頓應該不會是長用的 都是薄用一兩年 有料到的 可以高價賣走 這也是修咸頓近年的經營方針 至於第六位 終於提到租借 幾M之內的價格 直到第六位 終於超過10M 但我都覺得性價比高 首先 有14M 由西魯迪轉後 來賓福特 星巴馬賓福特 的 挪威中堅 這位挪威中堅 如果有打FM 就知道 都是一個很高的球員 近幾年都很多FM玩家 喜歡用 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打了FM 他永遠 最後都會去阿仙奴 永遠都看到他會踢阿仙奴 但 現實上 阿仙奴就沒有簽到他 好像都曾幾何時有傳 阿仙奴對他有興趣 但是 怎樣也好 過去 這兩三格 在西魯迪 打遍天下無敵手 阿查 也曾經有些評論 指 蘇超 基本上 沒什麼 哪位的球員 質素 可以跟阿查 比美 阿查 剛剛 國際賽 也接受了一個訪問 蘇超 覺得已經到了極限 覺得沒什麼挑戰 所以 魏妍轉頭 英超 這個挑戰都挺大的 大家都知道 賓福特 進攻 相當之好 也是一個 相當明確的風格 吸引到不少球迷 欣賞他們 賞心悅目 崇尚進攻 那個踢法 但是 防守方面 會是賓福特的弱點 所以 今年 針對防守上面 阿查 可以說是一個超級重點 重中之重的收購 結果 這個收購 暫時不錯 至少在頭三場 看起來 阿查 表現相當之對版 賓福特 在頭兩場 英超賽事 對著阿仙奴 和水晶宮 都是不用失球 都是零失球 上場 對著阿士東維拉 都只是失了一個球 三場 暫時失一球 賓福特的防線 完全 不像 沒什麼英超經驗 因為不單止阿查 他的兩位拍檔 其實 基本上 沒有英超經驗 對 所以 由一個三中堅 而三個中堅 都沒有英超經驗 組成的防線 在這頭三場 絕對我相信 大家的球迷 是收貨的 阿查 另外一件事 值得一提 他的精神屬性都相當之強 在羅威 也曾經擔任過隊長 在 謝露迪 其實他 在視覺布朗 如果不在這 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都會經常 是 阿查 不單止在 球場上 技術 是好 相信 精神屬性 或者場下 所展現的領袖風範 都絕對 有望 可以穩固到 奔福特的防線 所以 我覺得這個收購 以十多M來講 今時今 要找一個好中堅 都是相當之划算的 這個價錢 第七位 可能有些人 會覺得有心 因為是阿仙奴 所以就選了阿仙奴的球員 但絕對不是 盧江嘉 是我的 心水選擇 盧江嘉 洗了阿仙奴 15.75M 在安德烈志買回來 經過亨利的大大力推薦 有傳說 因為亨利 在比利斯國家隊 就介紹過這個 年輕人 因為亨利還是比利斯國家隊的助教 對這位的年輕人評價相當之高 甘賓尼也多次讚賞過這位球員的潛能 甘賓尼就是現在安德烈志的教練 也是前萬城的禮物 所以盧江嘉剛剛在這個國際賽期 已經取得零的突破 終於第一次代表比利斯大國腳 國家隊上陣 以5比2反勝愛沙尼亞的比賽中 下半場馬天尼斯 就找他後備入替 表現也相當不錯 當然是愛沙尼亞的實力比較弱 不能夠作準 但我為什麼選擇他呢 就是看回他在幼兒賽 和他在頭幾場阿仙奴英超場上的表現 他絕對是一個阿仙奴一片頹喚敗咬 或者被人少到上天花板的情況下 少有的亮點之一 包括零比二輸給車路士主場那場球 其實賽口伊恩胡黎也有提過 在整班阿仙奴的球員 唯一一個要拿出來值得讚賞 就是盧江嘉 我覺得他甚有喪治 這位前阿仙奴中場的影子 他很喜歡放廣場球 那些尺寸也是很準成的 如果他再進一步成材 其實沙家是不是已經不需要呢 因為他那個運動戰的能力 他那個移動的速度很明顯 亦都比沙家強的 那個位置感暫時看上去也不錯 而且最欣賞他也挺夠膽色的 有時禁區頂 看到隊友都不走位 不如試一下來一個遠射 其實他也有一定的遠射能力 不過有些人可能就說 當年細胞來到頭幾場 都很對版的 艾瑪利用到他好像明日之星 但是之後紀律問題又行 最後在阿仙奴呢 都是不獲重用的 但是就這樣看 盧江嘉應該都不是屬於那些壞孩子 都是屬於那些乖乖仔 還有他的身體條件 應該比古人導師更加好 再加上我自己覺得 在這三場看下去 他那個球場上面的IQ 和閱讀比賽的能力 應該都是比細胞來得好 那即管看看他可不可以成為 下一個阿仙奴能夠成才的中場中 那你看回 如果他可以配合到 湯馬斯帕迪 兩個配合得熟 而又可以穩居正選的話 其實也有不錯的看頭 大家都知道 艾蘭妮始終質素也有限 也29歲了 那沙家雖然做那份藥 但他年紀也不輕 相信未來也會屬於盧江嘉的 那講完這位球員之後 第八位呢 就來到另一個轉會 或是前一天的收購 就是基達菲的 古古莉娜 轉投白禮頓 白禮頓 然後呢 就執行了他那份 那份的 合約中 16M 就買了他 回來的 那每次看到古古莉娜 我都會想起 一個 很著名的 Saxophone 演奏家 就是他了 Kenny G 那大家是否真的覺得 兩位有點像呢 我真的覺得 可能因為頭髮的問題 每次看到他 我就會想起Kenny G 那這位古古莉娜 那跟Kenny G一樣 我覺得一些藝術家Style 在場上呢 其實呢 他也是相當之 藝術家的風格 那這位西班牙的 23歲中場 其實就 在巴塞龍拿青年軍出身 但是一直都沒有為 巴塞一線隊上陣過 那反而呢 就是 就是 1920年球界借了他去基達菲 那上屆 都是繼續去基達菲 那那個表現 是越來越好的 那你見到近兩屆 在基達菲的數據 也是相當之不錯 也是基達菲 進攻的 主力 球員來的 可以說是 那很多時候 那些球呢 都是找他推 找他推 那他呢 那個盆扭的技術呢 也是相當之不錯 那在西甲來講呢 我覺得 都屬於 一線味的了 那落到英超呢 如果可以克服到那個風格 或者克服到那個體力化的踢法呢 以他的技術呢 是絕對沒有問題 還有個人認為 白禮頓呢 尤其是上屆 尤其是叫好不叫佐 就是很多時候 估計得高很高啊 或者應該贏 但最後贏不到 某程度上 都跟那個進攻 或者把握能力呢 是有些關係的 那 引入這個 西班牙天才型的 中場的逆風的球員 看看會不會可以改善到 白禮頓那個進攻 有時候是 硬是差一點點的問題 那 但是 初步來講 雖然他就沒有正式 為白禮頓正式上陣過 那 接下來周末 看看他可不可以第一次 代表 這個白禮頓上陣吧 那 但是個人認為 這單收購都幾針對 性到 白禮頓的一些弱點 所以都 幾看好這個球員 在白禮頓的發展 第九位啦 快快催你到 那 這位球員 就是 今天介紹的十個球員 身價最高 那 成30M 那 就是阿士東維拉 用30M 在修咸頓 就買了這個 英格蘭的本土射手 丹尼經斯 那 為什麼說他覺得 性價比高呢 一 就是因為 其實阿士東維拉 賣了一億 那 拿回一億裡面的30% 去買回一個 我自己覺得 你用英格蘭球員 前場球員來說 就是 都算是一個 有聲味 得來 而又是 適合打中型班 這些球員 那就是 非丹尼經斯莫屬了 那 還有他 近兩三屆 在修咸頓的 入球率 都有保證 那 對於 阿士東維拉 來說 過去幾屆 買的前鋒 其實都不是很對版的 前屆買了的 魏斯利 都基本上 不懂得入球 之後還失傷重傷賣 那 之後 引入的一些 你說之後 用一些 前鋒球員 艾加斯 好像打過前鋒 甚至 有時候要用到自己的清分 什麼堅倫大維斯 等等 都似乎在箭頭方面 不太適合 所以某程度上 阿士東維拉 上屆 有馬天尼斯 來到之後 那個防守能力 加強了 加上前面 泰朗明斯 右閘卡薯等等 但是 中前場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前鋒的 把握能力 是真的不足的 有了丹尼斯 我覺得正正解決了 阿士東維拉 那個箭頭的問題 事實上 也馬上反映到 剛剛英超的 比賽8月份 丹尼斯 就在第二場的比賽 射入了一個 相當漂亮的 Bicycle Kick 一個車身 的窩裡倒掛 所以這位球員 絕對是即插即容 也都 只看 也都只看頭三場的表現 對於適應 阿士東維拉的踢法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唯一 這筆交易擔心的地方 就是要看一下 丹尼斯的 傷病史 大家都知道 在修咸頓 都遭受過大大小小 不同幾次的傷患 我再找一找資料 你只看 由1819球櫃開始 其實 都斷斷續續 相過七次八次 當中的 Hem String Injury 看來 Hem String 都是慣性受傷 另外 再值得一提 都曾經受過幾次的重傷 包括 1516 一個 印帶的撕裂 足足在利物浦 休息了210日 隔一個球櫃 又失步又重創 又休息了 休息了差不多一年 然後 在修咸頓 其實 上屆也曾經有個失傷的驚雲 以為他有觸傷 還要長久 幸好 當時 休息了一個月 就復出了 但是 整體上屆 大大小小都缺陣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比賽 所以 你買得到他回來 就遇到他每季 都會跟你失去十場八場 所以 如果 FPL有買他的朋友 包括我 小弟在內 都要密切監視他的傷患 情況 好 來到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其實 我想大家都猜到 特地放在最後 但他的轉位分數不是最高 但是 都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就是 愛惠家的施浪大帝 他的加盟 簡直就是 全個 曼徹斯特市的曼聯球迷 都是為之歡呼 或者全球的曼聯球迷 都相當興奮 加盟當日 完全所有的社交網絡 完全所有網站的新聞 洗了版 佔了頭版 基本上 你一開電話 就會看到施浪 所以這裡再問題 大家可以按下面的連結 去曼聯官網 去看瘋狂引施浪的 球衣 施浪也剛剛 國際賽打完一場 就因為停賽 所以就 飛回去 曼聯的 卡林頓基地 就已經報導 和蘇斯克查 不知道在說什麼 也正式投入這個訓練 會不會就是這個 週末 對著紐卡蘇 就是他的 二度登場 我們所謂 為什麼我說這件 絕對是一件 性價比最高的交易 因為 一來轉會費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15M 還要分5年 即是每年 只需要給3M 再加上 一定是賣球衣 數 都可以慢慢收回來 因為 自從斯浪加盟之後 那些球衣 可以說是一件難球 也都是秒速 被人掃 每個人都馬上問 什麼時候有 C浪波衣 什麼時候可以 C浪波衣 不過在這裡 最後 跟大家保證 一件波衣 好像很貴 700多元 800多元港幣 如果印字 印章 但不是全部的 錢 都真的放在 球會的袋裡 所以你這樣成為 Salesfolium 就說可以監測到 數字 其實不是 我們可以看 基本上 打一件 60磅的 波衣 為例 萬聯 可以從中 拿到7% 計算 4.2磅 一件球衣 那你計算 C浪的 加盟轉會費 就是1200萬英鎊 再加上 2000萬英鎊 周身 如果兩年來計算 總花費 就是5200萬 那 如果要這樣 除4.2 就是說 萬聯 如果你要 只從波衣 而收回C浪 就要一共賣 1240萬 波衣 每件 因為只要4.2磅 才可以回到 不過 很明顯 就不是單是 在 波衣 那條數計 他的性格比 他的性格比 也包含了 他補到尾魯的表現 過去這兩三屆 或者三四屆 轉型 打個儲等式的中鋒 都依然入球魚麻 那個鬥心依然很有保證 剛剛在葡萄牙 對愛爾蘭的賽事 就是 施朗尾段 入兩球 直接就破了 這個 由西比奧的入球紀錄 所以呢 施朗的 增性心 以及 他的 才是去無價的地方 亦都是 幫到 萬聯 看看可不可以 這屆終於可以 蘇比 可以捧到 的關鍵 就是 看看施朗的 感染力 或者 增性心 可不可以感染到 普巴 本身 都不容置疑 看看可不可以 再進一步 提升精神面貌 再加上 場上 看看可不可以 在 叫做 最最高的交易 不過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這10個球員 排名不分 先後次序 亦都可能有些人 不同意我 譬如 不同意丹黎經斯這麼貴 這樣也叫性價比高 這些都是很主觀的 歡迎大家 給一些意見 可以留言 說一下 這10個球員 你認同多少個呢 又或者 有沒有什麼漏網之餘 是我 走漏了眼的呢 其實 庫安健人我也想放下去 相比起盧江家 我覺得盧江家的潛力 似乎會再大一點 因為始終亞洲人 適應英超 都還有一定的 變數在裡面 那說起 阿仙奴呢 不知道今集有沒有大家 發現我呢 其實就 雖然我這個鏡頭 就已經專門縮得很小 畫面其實大家看到我 就很小 因為都不斷相信 大家看我的節目 就不是看我的樣子 都是看我的資料 看我的Present 但是其實我就 留了數 因為自從阿仙奴慘敗之後 我都還沒有看數 那我就 希望 速數 就明治 一天阿仙奴不贏 我都不看數 再次就希望 阿仙奴星期六 生生勝勝 贏 我等我可以看數 如果不是星期六 我去贏跑到廣播 大家就會看到我 整面糊塑 雖然我也不排除 人家喜歡這些 成熟一點 男人留了數 有個男人味 但對於我來說 留了數 也是一種痛苦 我已經感覺到 側近的數 即使看星期六 有沒有機會可以看到數 希望大家保佑我 也希望我會 阿仙奴 贏 不會主場 對著諾域 這些擺明 隔一隔 再加上 一眾球員的復出 沒理由搞不定了吧 好啦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最後 不厭其煩 再看一次 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下集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